好, 继续关注马琪意大利劍首 昨日意大利人去到张家朗的IG洗版 未知是否大局为重 这是第一 因为他们还要斗团体 即是意大利 香港的劍力队应该是完结了赛程 但意大利那边的show must go on 以及可能投诉了 其实他们看回都知道自己是理规 搞到这麽大可能是下不了台 但你搞到这麽肉酸 搞大是搞大, 但你搞得太肉酸 所以都要找个人下来救火 救火的人就是马琪做消防员角色 态度180度大转变 其中就是不会归咎任何人 将这个失败 其实根本就要的 如果投诉又可以推得回 那些不用做的裁判 而且其实 奥运那些裁判 你要考核到去做是很难的 而且他做到决赛的裁判 就是绝对不会是怡气或者将 那些私人感情放入去 你要相信别人有专业的嘛 你自己都是花了那么多时间 去斗到他这个决赛 然后输了就不赢数 那还要呢 最容易被人串得到呢 就是他有很多位被人入 你自己把握不到那些match point 那最后呢 打到平手还要三次机会的 其实那三次机会 他自己都把握不到 那你还骂人家 就是你 total前后你五次机会 你都跟不赢人家一下 那你输了还在那里骂 那你骂什么呢 可以 那而他自己的IG 亦都被香港网民洗版 或者被全球网民 因为都不仅是香港 或者意大利的了 大家会看在眼泪的 那比赛就是你输了就是 风道是吧 有样东西 他好像不知是没有跟 张家朗握手或者那些 应该懂英雄中英雄的嘛 其实 那这个呢 很多很多千丝万流的东西 但是看回马奇就是 自己出来社交网 发千字文试图是救火 或者想平息一件事 因为他还有团体赛的嘛 那你还未能够收拾 调整到情绪呢 你怎样打呢 你整对的士气呢 如果你说喂 有得买盒叉鸡饭 可能都是买它是输的 你怎样还打呢 你们的士气都是大受影响的 那大家儘管看 如果他转播到那个 意大利团体赛 那一场呢 大家可以关心一下 还有呢 现在全世界都不帮他们 天时地利人和的嘛 打比赛这些东西是吧 是非常笨的 那他其中就不会将个人的失利 归咎于其他人的 还有呢 认同决赛的这个裁决的 那突然间一反常态 其实呢 传统来说 就是国际的视野